Hello,大家好,我是Ginpei 這條影片我們會看看APAS未來平衡改動的方向 還會看下一個活動相關的消息 包括將會推出的內容最後一刻被人改了的新聞 首先恭喜Dark Zero,這個全澳洲隊員的隊伍 成功取得這次ALGS的冠軍 不可惜這次隊伍內參賽成員 全都是台灣人的Dreamfire,沒有成功入到決賽 他們沒有特別多的時間去配合都得到這樣的成績 非常佩服 期待在未來有可能看到類似的陣容再次出戰ALGS 現在看一個活動相關的消息 之前已經有說過這一季會有兩個以動漫為主題的活動 其中一個就是Valkyrie全家寶的收集活動 下一個將會推出的就是一個主題活動 但是跟以往主題活動不同的是 根據流出今次解鎖全部的活動外觀之後 會拿到邦間的威名造型 這個造型最下一級似乎是以Pilot為原型的造型 這個活動中其他比較期待的造型 包括以前提及過的這幾個熱門動漫為原型的造型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消息就是 這個草帽露菲似乎因為版權問題被迫要改色 本來草帽非常標誌的顏色會將會改成藍色 整個感覺馬上都不像露菲 不過這個也沒辦法了 按照Respon和EA的作風 這些造型應該都只是參照動漫角色而做出的 如果不是要購買版權要花很大量的錢 做這些活動就是為了賺錢 所以他們大概都是不會這樣做的了 可能是One Piece那邊收到消息 就被Respon那邊壓力把草帽的顏色改了 令它沒那麼像原版去避免版權問題 那這個活動是什麼時候退出呢? 沒有哪一個流出者有確切的答案 但可信度比較高的Fold & Smash 認為它最有可能是美國的下星期二 我們這一面的星期三凌晨退出 大家對這些造型或邦家威名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考慮購買錢了 下面給大家看看APEX未來的改動 這些平衡改動出處非常零碎 所以我在這裡幫大家整合起來 當然沒有哪一個是已經確實會改的了 只是很有可能會發生 吃得我們期待一下了 第一個就是已經困擾很多玩家一段時間的Lobar Q技 這個戰術技能從很久之前已經經常失效了 把手環丟出之後不能夠傳送 官方之前有在更新日子裡說過 他們修復了這個問題 但很明顯問題仍然存在 直到最近APEX其中一個流出者 Odysm Gaming420在Twitter上說 他在遊戲子串中看到關於Lobar排除錯誤的數據 似乎就是官方正在研究 Lobar戰術技能不能夠成功發動的原因 希望這次的修復真是能夠搞好 令到眾多主玩他的朋友可以再用 雖然我自己就不用Lobar了 但有路人隊友用他對我來說都是好事 下一個是同一篇文章中看到Valkyrie的一個小nerv 數據寫他的被動技能在天空飛的時候 會標記到幻象的分身 不算什麼大改動 但Odysm Gaming420都不能夠肯定這個位置是什麼時候推出 大家都猜可能是活動更新之後順便放 然後就是開發者的George Medina在Twitter上說的內容 讓玩家看到未來可能的改動 TSMDunk說APEX比賽很需要一個大改變 需要減低肥仔、毒肥、Valkyrie的出場 也要一個新的比賽用地圖 George Medina一反常態地在裡面留言說 已經在這裡做,相信我們 突然之間這麼爽快 反而令人George在這裡搞笑 還是剛剛好在做上面所說的調整呢? 最後一個我自己最想看到的改動 也都在George的文章中看到 他在回應這個文章的時候說 在整個weekend大玩APEX之後 他想將自己的終身任務 定為要在戰利品池裡拿走白背囊 換句話說就是好像想白甲白擊到盾一樣 從船上飛下來的時候就直接游 你一個每次落地都缺背包的我絕對贊成 希望他不是亂說,快快把上面的全部實裝 我是Jim Pei 以上是下個活動相關的內容和未來改動的總結 今次EA繼續贊助APEX比的抽獎 抽獎方法在字頂留言 想免費支持這個channel的 記得訂閱和讚好影片 先說到這裡 多謝你們的收看 再見 拜拜